那你韓國瑜今天你要出來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你中華民國總統在這個世界潮流裡面 在現在這個美中大戰的過程之中 你要把臺灣帶領到哪裡去 對我就想說 韓國瑜今天講出來他的國政顧問團 今天的兩岸政策白皮書裡面有講過說 仇中害臺愛自己 他講蔡英文是這樣的 那你把仇中放在前面的時候 大家就會質疑說好蔡英文仇中 那你韓國瑜是親中嗎 對不對 這個對比馬上就出來了嘛 為什麼 其實大家會想說 你韓國瑜在6月10號大家記不記得 他從6月10號那時候開始 第一次就是說被龍舟鼓聲震到頭很溫對不對 他說他已經發表聲明 因為大家覺得他不夠 第一時間人家在問你這些反衝衝事情的時候 你進來香港情勢的時候 你說不知道不清楚 所以人家在逼問你說你到底你的態度是什麼 後來他不是用了很強烈的怒嗆一國兩制嗎 他講得很大聲 他用三次說除非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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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是這樣講說 台灣絕對不可能一國兩制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他講出來這句話的時候 你知道對岸那個時候的所有的評論 對韓國瑜的評論是什麼 大吃一驚 他覺得說你韓國瑜到底對中國有多大的仇恨 很需要下這種的毒咒 可是你看從那一次之後你有沒有聽過韓國瑜對一國兩制 有直接的回答 沒有呢 到目前為止他看到一國兩制他都之前是必答 後來是用聲明的答覆 可是我告訴你 你不能迴避 因為現在年輕人 大部分的台灣人民 要看的就是你總統 未來帶領我們 這個是不是一個重點 10月1號 中共建政70週年的時候 你知道習近平當時發表談話講什麼 他只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 你整天把他動作神主牌的九二共識 對 中國從今天今年開始年初習五點的時候 就已經不談九二共識了 誰跟你九二共識 沒有共識 現在你台灣要跟我談的話 就是一國兩制 就這樣 所以當這個一國兩制 他已經用那種蠻恨的方式來提醒你的時候 你知道國民黨前幾天 針對這個習近平的談話之後 他們也發了一個聲明 他們講的很好 他說國民黨是不贊成一國兩制 反對台獨對不對 對 不過他也是提到講說 他主張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好吧 那你就去跟大陸揮嘛 對不對 那你韓國瑜 你老師是書籍 對不對 你的國政顧問團的首席 是張善政的 做過行政院長的 對不對 你為什麼起草九二共識的書籍 你為什麼不去問他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講 我到底要寫一個什麼書面 什麼東西的話 你韓國瑜晚上沒事睡覺之前 你不是說你會念心經嗎 這一陣子就是改成念這個嘛 對不對 你也知道說 在這個目前為止 剩下九十三天選舉之前 這個問題會一而在 再而上一直在困擾著你嘛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寫一個說詞 對不對 你要因應說詞嘛 對不對 那大家又覺得說 你現在年輕人一直在講王國感 王國感 好啦 蔡英文她現在在講王國感的時候 說實在話 我之前年初也講過說 這場總統大選到最後 一定又是回歸兩岸對決 兩岸關係的對決 對 你韓國瑜到那個時候 你還不是一定要面對要去講嗎 對不對 所以對於習近平這樣 他已經告訴你 他滿恨的告訴你說 就是一國兩制 而且對你談的話就是一國兩制 那你 那個韓國瑜的態度在哪裡 要不要說清楚講明白 好啦那我們說今天國慶日的話 我是覺得說你一個高雄市長 一個地方首長 在國慶日的當時 你一直在炮轟政府 對你要選舉沒有錯 可是你在這個場合的話 你要不要提出個願景 你一直講說 蔡英文政府是王國感 沒有安全感對不對 對 那我要聽的也不是安全感 我要聽的是未來感 你未來要怎麼樣 要怎麼走 這條路要怎麼走 我在蔡英文這邊聽不到 我韓國瑜這邊也聽不到啊 那我到底要講 所以現在很多選民 為什麼陷入Compute 就是這樣 我今天要投票實際上是選一個 最討厭跟第二討厭的人 道理就在這邊啊 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這兩個候選人都沒有告訴我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 好啦國慶日你一直在炮轟政府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妥啦 你知道嗎 而且我說實在話 他們現在穿這個國旗裝 把國旗裝穿在身上 當然那國旗裝對設計者 這個我也認識 設計者會認識 對他是不公平啊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國旗裝 你們這樣穿在身上的話 你知道 對多少人造成多少壓力 你知道嗎 很多人只要在路上看到 一群穿國旗裝的人 大家閃閃閃 為什麼 他們就真的韓粉來了嘛 他還要出張什麼 就變成在社會上造成一種恐慌 你知道嗎 這跟以前東漢末年那個黃金賊 張腳不是一樣嗎 頭綁黃金就是要請易造反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看到那個 而且以前張腳 他是用的什麼方式 你知道嗎 他就是用法術咒語 去仇恨衝突 告訴你說 你們這些農民要起來 反對這些權貴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殺身震天 他們那時候講了一句話 叫什麼 髮如酒 就頭髮跟韭菜一樣 對不對 你減復生 還會長出來 頭如雞 頭如雞 頭像雞 對不對 歌負名 被砍掉的時候 其他人繼續喊 繼續起來造反這樣 所以利不必可畏 就是那當官的官利不必可畏 對 小民從來不可親 就是告訴你說 小民不用怕啦 衝啦 對不對 那你現在你看 這個跟黃金賊當兔一樣 你綁著黃金 跟現在穿的 活旗裝不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 真的是在場寒蟬效應 今天那不是說 寒粉說要來台北新北市 抗議要遊行嗎 侯友宜抗議 很多人就跟我講說 我看到那個金賤你知道嗎 因為很恐怖啊 大家都覺得說 你那一群人在那邊 好啦那我再講一些 今天國慶日 講一些比較好笑 剛才又齊就已經講說 要我姐姐那個 今天那個國慶 那背板這個真的好明顯 48跟73 其實我跟你講 就剛好這兩個數字 7384這四個數字 在中國本來就不是很吉祥的數字 他有一句俗語叫做7384 就是炎王不請自己去 對不對 所以有人講說 有這句跟你自己變 你自己去網路查 對不對 書讀的比我少 就不要有 得分得分 48 當然有一些比較 三年覆蓋國旗 有一些嘴巴比較臭的人 跟你講說48就是18 我覺得這個不要 太過分了 不過我是 依照我讀宗教跟研究這個 這個武術素素的人來講 我今天看到那個48一出來之後 我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是什麼 疫情啊 48掛 那叫做井掛 那個不用查 那個已經在我腦海裡面 那叫井掛 井掛是什麼 他告訴你說 今天一個水井 破舊的水井 你要把它修復好之後 讓人家可以來飲水使用 所以這個井 你如果修復好之後 你是可以養人的 可是水井受限於 孤子只有一隻隻而已 他沒有辦法去 養一些牲畜啦 畜牧啦 或者是種植很大片的農作物嘛 所以只養這些人 所以他的格局是受限的 水井格局是受限的